喂 英哥 听得见吗 英哥 白白 你说 我想问一下 村内的创业环境相对于美国来说 有哪些优势和劣势的地方 国内创业环境我不太知道 我这次回去我也抱着试试看态度去 但是我看见的点是啥呢 最近不是好多人 这几年不是好多人买卖该关关 该停停了 我认为好多方面 应该很多人都拉回统一起跑线了 应该挺好做的 国内 而国外这个东西 它本身的完整度相对来讲 它已经很高了 你真正在想从哪个行业里面 去插进去一大脚 费劲了 快一小勺有可能 大脚基本上插不进去了 资本入住那种大的行业 在插费劲了 你看比如说 以前的TikTok 总拿TikTok说事 你看TikTok 它不就是算是一个大品类 上了以后直接跟油管 跟人家本地的这些短视频领域里面 就跟人家厮杀 你看人做大事 他谢你 他摆了你 能懂吗 是不是 小的你就凑合做吧 做点信息差 国内有这边没有的 网续带也行 这小的行 大的白说 好吧 好好好 那我下了应哥 好 国内啥情况 你去问赛雷 你跟赛雷连麦 你想做哪个行业 你去问赛雷连麦 你是对那样的 我说我带雷连麦 你去问赛雷连麦